就在昨天晚上比利時司法警察破獲了當地來自中國大陸的人蛇集團 拘捕了25名疑犯 並且救出20位被迫在歐洲賣淫的中國大陸女性 根據比利時媒體指出 當地居民自從在去年初發現疑似中國大陸賣淫人士大批湧入首都布魯塞爾市 因此而被檢控部門鎖定 根據比利時標準報報導指出 聯邦司法警察在檢察官的指揮下 一舉搜查了位於布魯塞爾市商業區艾罕布拉區的26處地點 被拘捕的25名疑犯當中3名為比利時籍 其餘22名疑犯以及獲救的20名女性都是屬於中國大陸籍 警方表示已經是將獲救者安置在救援中心 根據報導指出 艾罕布拉區當年來由於出現街頭賣淫現象一直備受居民抱怨 而由去年開始更加出現大量疑似中國大陸面孔的女郎在街上出現 服務費為50歐元 但他們絕大多數的收入都被犯罪集團奪去 使這些以移民歐洲為由被偏來的女性因非法居留 以及經濟問題受到犯罪集團控制 至於這次司法行動布魯塞爾市是主要的搜查地區 另外警方在其他城市也有發動相關拘捕行動 此外比利時檢控部門也有邀請西班牙協助 跨國拘捕同一個犯罪集團的其中一名疑犯 根據警方的新聞稿透露 疑犯透過網絡廣告從而找到客人 也透過網絡預訂旅館或假期短租房間藉此染人耳目 受害女性也被迫在歐洲不同城市之間工作 而一大筆由賣淫所得的款項 這個集團已經由合法或非法的渠道回到海外